李显龙总理晚上出席2013通商中国奖颁奖典业及晚宴 总理致辞时指出 中国的未来必须放远视角来看 刚落幕的18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议案 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弱实经济转型 让中国长期持续发展的决心 中国接下来的改革开放挑战不少 不过我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 因为中国人肯拼搏干部素质高 中国求进求上发展势头很强 在全国各省各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对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是一股很强的推动力 总理表示 我国企业除了面对中国企业的竞争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 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正在积极地学习华文华语 了解中国国情 因此如果要进军中国市场 我国企业除了得先了解当地的市场动态 还必须要提升双语双文化的能力 才能够守得住优势 通商中国今年将通商中国成就奖 颁发给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梁宝华 以表扬他在促进心中友好关系的杰出贡献 联合早报货颁通商中国企业奖 通商中国青年奖得主 则归Charles & Keith的创办人兼总裁黄文华 新传媒新闻记者薛书惠报道 我们可以把筷子上带到中国 中文字幕——YK